红楼梦中的大官员其实啊就是一个大坟场 在原著第十八回 原非醒亲时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醒亲的时间 原非醒亲居然安排在半夜 书中说的是须时初才起身 也就是正月十五的晚上七八点钟 很多人都质疑哪有女儿回娘家 要等到半夜三更再出发的道理 尤其是清朝也并没有皇妃晚上走娘家的道理 作者不可能没有常识 他是想说原非其实早已经在异国他乡折磨至死 回来的呀根本就不是人而是鬼 只有鬼才能在晚上数阴的时候回来 再看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太监喊的是时宜丑正三刻请假回轮 这是凌晨四点左右啊 民间有一种说法 不管是什么妖魔鬼怪 都要在投变击叫之前回到阴间 投变击叫就是凌晨四点 所以这一定不是巧合 而是作者刻意为之 还有 刘姥勒曾经在大观园里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年冬天 他们村下了几天几夜的大雪 雪下的厚度啊 都有三尺厚 凌晨天还没有全亮 他透过窗户啊 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标志的小姑娘 抱着柴火站在雪地里 梳着油包的头 穿着大红袄白鳞裙子 一看就不是他们村的人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诡异 且不符合逻辑 雪抱柴就是暗指薛宝钗啊 说着无意听着有心 当贾宝玉顺着刘姥说的地方去找的时候 居然真的找到一座破庙 而破庙里所供奉的就是一座温审 这也是薛宝钗为什么终身服用冷香丸 压制热毒的原因 刘姥姥曾经在参观大观园的时候 把所有的闺房全部都夸了一通 唯独到了薛宝钗的闺房 他一言不发 原著写道 阴森透骨摔草残林 暗桌上摆着几只菊花 闺房里也摆着几只菊花 那什么样的人才会在屋里摆放菊花呢 薛宝钗住处 一株花木也无 只见许多异草 于是贾宝玉给这处建筑取名 横直清坟 其实横直清坟 红楼梦从开头到结尾 这么大个大官员 这么多夫人家伙 愣是没有生出一个新生儿 反倒是每过几集就有人死去 红楼梦的开头 就是一个僧人和一个老道 在对着石头说话 为什么活人会对着石头说话呢 因为他们在超度亡魂 无论力使用